台湾新课纲8月正式实施 强行通过的台独教科书 即将在9月摆上台湾青少年学子的课桌 妄称台湾地位未定论 极力涂抹日本侵台事实 甚至将民进党政治人物搬进教科书 强推荒谬的台独史观 民进党为何如此明目张胆 民进党以及整个民进党当局 所自自以求的所谓台独工程 台独美梦 那么是一个非常庞大非常系统非常全面的工程 现在的所谓篡改克康 只是他们其中的一个很小的部分 只是其中的冰山一角而已 那么就算现在是爆料出来了 但是民进党因为他掌握多数 他掌握行政机关 就是你国民党顶多开个记者会 你又能够怎么样 你不能怎么样 在这种状态之下 民进党当然他就有恃无恐并且恃无忌惮 百年大忌的教育被如此政治化污浊化 两岸认同会否被人为削弱 两岸经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会否也因此受到防害 重点是课本的编排方式 因为最早期我们研读中国历史 读的都是唐宋元明清 所以我们都会觉得自己是中国人 但是现在的小学生他的编排方式 一开始他就不认懂 他就不懂什么叫唐宋元明清 他就懂得什么是荷兰人 然后郑成功 然后再来是清朝 再来是日本人 所以他的认同已经不是 中原这块土地跟文化的认同了 是台湾这个小岛的认同 这根本的就是台独使官的在洗脑 那么岛内的蔡英文当局 民进党当局不断地去篡盖历史 然后不断去扭曲历史 肯定会给两岸的各项交流 蒙上成这种阴影 台湾政治界教育界不断发出正义之声 反对鼠点望组的台独分裂活动 两岸该如何携手同行 因而未来国民党应该去精诚合作 然后和这些整个蓝营 特别是岛内的有识之士团结起来 共同去对抗民进党当局这种倒行逆时 否则的话 如果放任民进党自留的话 那么就等于是为虎作差